好 关于这名唐氏症患者来到知名素食店小买冰淇淋 却是呢 遭店经理报案说有流浪汉咆哮 请警方抓人 那么如此夸张行径哦 惹来了非议 而事实上素食店女员工第一时间力挺店经理还上网po文说 这名女店员的po文一开始就写着店家并没有赶人 甚至还反控警察室失控大声咆哮 还高声向所有人说这种人不值得同情 那么原本这个文章是催泪感人 还引发了网友大量转载 没有想到新闻曝光之后呢 这女员工则是火树山文 也让原本力挺她的网友感到很错愕 就连翟神朱学衡也大傻眼 网友不禁执意说难道这篇所谓的真相文 又是一篇纯属虚构的便当文吗